大家好,本节介绍 内能织板系统成型设计保留花样功能 保留花样即使将打开或输入的工艺单轮廓 套在打开的K&I文件上 并且保留K&I文件中原有的花形 保留花样的步驻如下 勾选保留花样 选择成型轮廓中心点 确定 接下来实力介绍 打开一个K&I文件 打开的文件中 有画好的花形 花形可以是提花、线花、缴花、调孔等任意花形 这里为调孔花形 打开成型设计界面 输入或打开一个工艺单 这里打开一个工艺单 勾选保留花样选项 选择中心点 当领质类型为非袖子的类型时 中心点为开领处的中点 当领质类型为袖子时 中心点则为起始行的中点 可以通过手动输入坐标 确定中心点 也可以通过选择中心按钮选择中心点 这里使用选择中心按钮 单击 在主绘图区拖动光标 确定中心点后 单击鼠标 可以在信息提示栏中看到当前位置 即中心点的坐标 按一下键盘上的nt键 将弹出成型设计界面 可以看到中心点的坐标 与提示栏中的坐标 是相同的 确定 这样成型后将保留原来的花形 但是在收针时 可能存在移针 这样不适合收针 因此需要用到流边功能 撤退 流边封为夹上左右流边 夹下左右流边和上流边 夹上夹下以平收的地方为基准 以上为夹上 以下为夹下 可以看到 夹上的时候收针数比较多 夹下时收针数比较少 因此 夹上左右流边流五针 夹下左右流边流三针 上流边四行 确定 可以看到夹下 左流边三针 右流针三针 夹上 左边流针五针 右边流针五针 并且 并且 左微拟流针五针 右微拟流针五针 上流边 左微拟流四行 右微拟流四行 但是 对于有边的收针 可能有一针射码影响收针 例如 这里的41号射 和这里的51号射 这时就需要用到清边功能 测退 选择清边设置按钮 勾选 开启清边 从边上八支针开始清除 清除动作 这里需要自定义射码 41号射码 逗号 51号射码 清边后的射码 为1号射 确定 确定 这样可以看到 没有一针射码影响收针 除此之外 在保留花样的过程中 可以对花样进行修改 例如 选择中心 对花样进行修改 再次进入成型设计界面 确定 成型后的花形 不仅保留了原来的花形 并且保留了修改后的花形 本节介绍完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